因为我车起来才会有立体感 这样懂吗 那这个是大深的部分 同学看到吗 这下降二 这个是大深的部分 这不是 就是说斜边的部分 那接下来袖子的部分 连着这个厚片的部分呢 你们有没有感觉老师有补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补上来就是以后我要的板子了 这样懂吗 这样应该会分了吧 那为什么老师没有让你们说 用交叉的话 因为交叉你现在这边会很难分 所以回去作业就可以了 安居等距离 那是没关系 因为要先会分了 知道意思 那记得被去掉的要怎么样 补回去 它才会完整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是 应该看了厨房后片 因为后片简单 我先讲后片 那接下来前片是不是就比较难了 因为它有折子转移 这应该没问题了 好没问题呢 接下来老师领子的部分 我就会先把它剪掉 反正迟早都要剪 所以我就把它去掉 去掉 分量就不那么大 那么一模一样 老师就变成 也是有做那个 一模一样 这原来是在这里 但是这个折是打开来的 到后来呢 这个折有保留 所以我就保留了 那这个折呢 这边原理完全一样 所以老师就直接带刻一样 这是安后的部分 然后修完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折子并起来了 并起来之后 这一定会有一个脚 我们就要修顺 了解吗 然后这边呢 要把它补齐 修顺 这里也是剪玉尺状 裁的时候也是最高峰座连接 这样懂 好 这没有问题 比较难的是在这边 这边其实老师有先把 刚刚不是有去掉那一块 这边这一块先补起来 补起来之后才贴起来 这样懂吗 那一样的道理 这是不是有折子 看到没 老师有把它贴起来 贴起来之后 是不是这个维度变小了 然后我再用那个尺 帮老师拿来 我再用这个尺呢 再来直角过来多少 十次 有没有感觉这个被折了之后 是变小很多了 我再来一次 取直角过来十四 这样懂了吗 十四之后再跟他做连接 连接的时候 其实刚刚老师有说 以我的习惯 我是后面才修 这个秀下 这里是不是要等长 就是同学可以比比看 现在呢 就是我们尽量把它求取等长来 了解意思 那有没有感觉这还是有角度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修顺 补齐修顺 这样懂了吗 比较难的部分是这个部分 那你们要不要看老师打开来的样子 就是原来有一个折子 这样知道了 原来是有折 所以我到最后呢 因为车的时候 坐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折子变起来 所以有看到吗 这边是有折 我把折变起来之后 它是不是变小了 不够的分量就补齐 他要的十四 然后再做连接 这样知道了吗 分板 这个就是后斜 这是后变 那我们前斜是在这里 然后呢 你们折完之后 可以对对看 看有没有等长 知道意思吧 腰的地方对到 然后诶 看看是不是有等长 万一有误差的话呢 应该是差不多 刚刚老师有比一下 好 万有误差 就这里再折身一点点 使它等长 这样子会了吗 这个就是分板 应该会 那不论你要分 这一片还是这片 都会缺一个角 你就把那个角 补上就好了 刚刚老师是剪这一片 所以它缺 最后就把这个 菱形的部分补上去 这样的了解吗 完整的板子就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 还有这个 知道了吧 好 那么你们呢 就记住